一席红裙坐于牌桌之上 娇艳的嘴唇轻咬住顾客 相信看过《赌神2》的朋友们都对电影中 邱书珍演绎的这个片段意想深刻 邱书珍的美丽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1987年 19岁的邱书珍参加了港姐选美大赛 以出众的外貌成为冠军热门人选 却不料遭到一同参赛的好闺蜜黄英的举报 称其下巴整过容 被案件锁伤的邱书珍百口莫辩 曾试图辩解自己只是做过修复手术 并未整容 但大众对此事的态度极度感感 并他愤然退赛 不过整容事件并未影响到他的星途 一直在暗处潜水的TVB 趁着邱书珍退赛的热度 顺利将他迁入旗下 没曾想 此时的王金也对邱书珍 胡适丹丹 1988年 33岁的王金被尽心似从TVB挖来 20岁的邱书珍 让他与郑玉玲搭档出演电影《壮起先生》 与邱书珍首次合作后 王金很快就深陷于他的魅力之中 天生丽质的美貌与活泼开朗的性格 使王金无法自拔 于是 王金决定势必将邱书珍力捧上位 并给他制定了清纯鬼马精灵的人设 与刘德华主演最佳孙友 该片上映后 斩获了两千多万票房 也使得饰演逗逗的邱书珍 斩了头角 被观众们熟知 后来 王金又接连拍摄了多部电影 为邱书珍搭配了张曼玉 吴君如 曾志伟等一众大万 可邱书珍依然不闻不活 见势不妙的王金 立即转换思路剑走偏锋 打算将邱书珍打造成一代艳星 并为他两身定制的一部赤裸羔羊 他有抗拒的 就后来聊了好久 他才认为可以 因为在我的保护之下 那种性感是有限度的 不会令他难受 不会令他尴尬 或者是有什么不好的负面 脱下衣服的邱书珍 惹火魅惑 艳而不足 成为了那个时代高级性感的剪影 1992年 电影上映后 24岁的邱书珍爆红 入围金像影后 一跃跻身于香港一线女星之列 随后 王金趁热打铁续作 鹿顶记 倚天屠龙记等多部影片 使邱书珍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在王金的助力下 邱书珍的事业走入佳境 两人之间相差13岁的婚外恋 也随之浮出水面 闹得满城风雨 即使外界流言蜚语不断 邱书珍也甘愿做王金的情人 而王金也过起了正妻与小三 和谐共处的惬意日子 那时媒体想借两人 超友谊关系大作文章 频频追问此事 老奸巨华的王金当然不会上当 于是欲盖弥彰地说 作为导演要拍好演员 而作为男导演 在拍好女演员的同时 还要真的爱上她 拍完便可以抽离 不难发现 此番话一语多结 进退自如 反而让邱书珍陷入尴尬 非常被动 此事也为两人日后倒翻摆下了忽必 那个小骚狐狸 有人说最让王金欲罢不能的女人 当属邱书珍 还曾有王金睡了邱书珍之类的传闻 虽说不知真假 但这并不妨碍书奇的介入 邱书珍的美不同凡响 黑发红唇 古媚雕人 当年的她 堪称最惊艳的红衣美女 还记得《赌神》中 那风情万种 俊朗帅气的雕派一幕 性感又不封尘 不知掳获了多少寂寞少年郎的心 1994年 26岁的邱书珍 凭借此片将事业推上至高点 被外界称为性感有物 从此 邱书珍的性感 脸一发不可收拾 由她饰演的 不道德的礼物中 罗雪儿 像极了梦露翻版 使她再次入围金像影后 令其他女星极度不已 随着这几部电影频创佳级 黄金不但赚得盆满锅满 知名度也大幅提升 可以说是风投阵望 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星 都想要加入金女郎的行列 在王金身边 除了那些阴阴艳艳之外 殊不知 静敌书琪 此时正在一步步占据她的位置 1996年 20岁的书琪 以性感写真模特在台湾出道 被王金挖到香港 成了新一代金女郎 王金对书琪可以说是真爱 为了捧红书琪 她拉来当时大红大紫的李立珍 为她作配 还将影片中的多首插曲 都一并送给了书琪 书琪也给力得很 首部作品便依托成名 从此厌满相将 看到此情此景 邱书琛心中很不适滋味 从王金的御用女衣 沦为了女配 两人的感情逐渐产生隔阂 直到1997年 王金出轨其他女星被抓 让邱书琛忍无可忍 痛下决心与其一刀两断 结束了两人六年的不伦关系 与王金分手后 邱书琛一改往日性感风格 努力撕掉 艳形标签 以素颜短发的形象 主演了电影《愉快乐欲堕落》 凭借出色的演技 第三次入围金像影后 失去邱书琛后 虽说王金也没闲着 林希磊 关秀妹 张文慈等先后被亲点为金女郎 但她在做客康熙来了时 曾间接透露自己 对邱书琛的爱意 所以你愿意讲哪一个女明星是你曾经爱过她的吗 不讲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看那些杂志都不想解 哦真的啊 曾有人讽刺邱书琛的老公沈家伟取了个二手货 他却严肃且认真的说 自己取到的是全香港男人的欲望 与邱书琛同生于1968年的沈家伟 是各地地道道的生意人 1988年开设了Greenpeace贸易型 从事服装行业 2005年 沈家伟将贸易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香港上市 此后 他身价飙升 一夜暴富 时间回到1997年 沈家伟的服装品牌 曾邀请邱书琛做代言 那时 沈家伟对邱书琛一见倾心 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曾有方间传言称 沈家伟在追求邱书琛期间 曾试图找王金理论 想要为爱人讨回公道 邱书琛得知此事后 立即阻止了沈家伟 并吐露心声称 他虽然恨王金 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已经放下了 也不想再追究了 1999年 两人在日本洗劫脸里 并育有三个漂亮的女儿 生活幸福美满 在经历过与王金的感情之后 邱书琛似乎成熟了许多 在选择伴侣时 离起前何言 他更看重对方的品行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他 为什么会选择嫁给沈家伟 他给出的答案 令人出乎意料 除了善良孝顺之外 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于沈家伟来说 无论生意有多么难做 他一定不会亏欠员工 事实证明 邱书琛确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婚后多年 两人一直恩爱如初 夫妻几乎都是合体现身 最值得一提的是 当初为了能让公司顺利上市 邱书琛曾抵押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支持沈家伟搞事业 在公司上市后 沈家伟将一半股权都过户到邱书琛名下 让妻子又多了几分安全感 就这样 邱书琛从众人爱慕的女神 变为了相夫教子的贤内主 作为长媳的她 不仅要照顾好孩子 侍奉好公婆 还要与弟弟弟弟同住 负责疏通好整个家族的关系 不得不说曾经的邱书琛 美在一代影迷的记忆深处 可如今的她 却美在爱人心里 女人的美 或许应该感谢岁月 因为只有亲身见识过 经历过 痛苦过 才会拥有往后的从容与淡然 已到致命之年的邱书琛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膝下有子 有钱有盐 快乐自由 她活成了很多女人都向往的样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